很感动 做了什么事啊 你很感动 因为我这么多年 一直在外面打工 也没有人对我一个伤心过 然后呢 有一次过生日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 老婆 今天我给你一个惊喜 但是他不懂得浪漫的人 然后给我一个惊喜 我就觉得心里很高兴的 然后就等 然后那天他下了班就回来 他一开门 他一说老婆 祝你生日快乐 然后我就感觉很惊喜的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佳 情感不顺 诸事繁星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托雷老师 是不是感到很惊讶 托雷老师 你好 你好 他是你的回忆师 你们好 我的名字叫赫鸿源 来自富兰省 海南县 我今年31岁了 31岁 刚才我老婆 说我很高到威猛 实际上 他也很爱我 我也很爱他 并且他刚才是一个 把我拉上来的 一般平常生活的话 这两年都是他抱着我 背着我 我们先说一下心愿 好不好 来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 是能够得到一些创业资源 帮助老婆 解决生活压力与负担 谢谢 好 来我们有请工作人员 拿三个八等 你出来的时候 我确实挺意外 我的父母亲 在还我之前是打针 吃药还上我的 我是属于诸如症 但是你为什么会主拐杖呢 是因为工作 做演出 然后就是没有休息好 你是身体疲乏和导致 对对 他就是在一个商艺节 有个舞台嘛 其实我很早就关注他 你为什么很 我也算是一个他的粉丝 粉丝是吧 经常就看到表演 对 只有有他在 我就每天晚上 我的班都不上 我就专门去看到 你这么迷他 看他这个人好吧 人好 跟女孩也有关系 不是 你看表演 对你人好有关系吗 你只是一个粉丝吗 不是 有时候在台上啊 下面有些人 对他那种 吵笑之之点点的 他那种乐观打动我 你觉得他的那种自信 打动了你 是吧 他的经历呢 跟我的有点相似 你这个家庭生活当中 是怎么回事 我是我养父养母捡来的 二十多年 我也不知道 我的亲戚父母在哪 他是从小时 被他的亲生父母去 抛弃在他拉筑的旁边 然后被他的现在养生父母去 捡来 领养大的 在领养的过程中 他生了一身大病 就是要输血 然后他家里 是到处借钱 买房 给他治病 所以恰恰是因为 他的童年时候的遭遇 所以使得你更喜欢那种 有自信面对生活的人 对 所以你们俩台上台下 怎么认识 对 那谁先追的谁 我嫁了他 然后我就 嫁了他 我说做个朋友呗 他说好啊 他那个时候 嫁了我的年纪方式的时候 我看到他 像蓝还是 他的面线是蓝的 他没有长头发 他就是跟你头发差不多 跟我这头发差不多 真的 由于视频时间较长 想看接下来故事的后续发展和结果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爱情吐槽 请记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ABAP18 ABAP18 爱情吐槽 恋爱解读情感测试 婚姻密码 尽在爱情吐槽